2021年9月1日,NASA的伊利号漫游车再次转叹了火星岩芯,并在R66号管中收集了第一个火星样本。 图像显示了取芯操作后不久,样品管内的火星岩石样品,取芯结束后机械臂还振动钻头和管以清除管口上的残留材料。 青铜色外环是取芯钻头,颜色较浅的内环是样品管的开口端,里面是笔铅笔略粗的岩芯样品。 在管壁的顶部可以看到管序列号的一部分266,伊利号在火星上第一个关键目标是天体生物学,主要寻找火星古代微生物生命的迹象。 火星车将描述这颗行星的地质和过去的气候特征,为人类探索这颗红色星球铺平道路,并完成收集和保存火星岩石的任务。 随后,NASA将与欧空局合作,向火星发送航天器,从地表收集这些密封样本,并将其送回地球进行深入分析。 请进行观看